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最新一集的《股壇事件》 我是主持梁君宇 我身边有施泳青先生 和施基金基金经理李浩德 在开始之前提提的观众 记住我们戴口罩 现在疫情严重 大家千万不要松懈 记住要做好防疫工作 虽然防疫方面 可能香港有少少回高峰 但股市似乎是向下跌 两位昨天有个新闻 在内地官方指出酒是用来喝 不用来炒 令到很多人都担心会否调控 两位怎样看 内地这一刻经济比较好 开始留意会过热 你先说吧 7月份下半年回来 由月初突然看到很多官媒 说要健康牛发展 过去两三个礼拜 A股都冲得很急 大陆方面借鉴于2015年 一个大时代很难收货 发觉问题亦产生很大 所以今次即使希望股市发展 但今次即使希望股市发展 但今次很急 或者有很多场外配置的问题 今次很快速将口径调控一下 避免 因为初两个星期 A股已经升了十多个百分比 7月前两个星期已经升了十多个百分比 所以其实速度是快的 而衍生出局的问题亦都会有很多 所以官方希望调整一下亦都正常 不过今次我们星期五拍摄 其实国内的官媒又开始 经过星期四的大跌之后 又叫做安抚一下民情 我相信 周四当然大家很惊恐 因为茅台作为国内最大的一间公司 2万亿市值 突然间被它作为一个打击的对象 因为你知道 大陆的投资者 其实对媒体的敏感度很高 但你记得今天星期五 又出来继续安抚一下 我相信 其实对于大陆角度 将股市大规模的压抑 其实也不是一个配合 现在整体经济方向 所以我相信 未知邀压抑 这段时间有个调邪得很重要 一我自己看 大陆的领导人、官员 基本上他们的价值观 令到他们在讲话的时候 必然是牌制炒的 这句说话最初是用在楼上 楼拿来住的不是拿来炒的 走间拿来忍的不是拿来炒的 但是股市的参与者 实际上大部分都是炒的 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金融市场 的参与者 我相信投机者的比重是很高的 没有投机者 其实没有股市 没有期货市场 要不然买来收息 等它升 很多人都是想卖出卖日之间赚钱 亦都是因为有这些想投机的人 参与 那间公司才有机会摘资 所以我自己认为 如果你搞得股市、金融业、筹机 是无可避免的 不过就是 现在内地的投机者 仍是有欠成熟 即是他们一窩蜂吞进去 有些股份 当然还有些基础因素 有些实际上那个前景 又不是好 盈利又没有 都可以炒得很高 会容易盲目地去炒 亦都会带来金融危机 因而拖累实体经济 所以我自己认为 当投机过渡的时候 一些负责这一方的官员 出来涨冷水 就没问题 但是 将炒 完全看成是 不正确的 股市很难运作 所以我自己又不认为 要否定 股市里面的投机成份 施生,你提到投机成份 内地比较强 这几年内地资金 香港市场比较活跃 都有少少感染了港股 浩德,你同意香港市场 这一刻 都跟A股一样比较过热? 其实我自己 不觉得 开幕之前 我们也有讨论过这个问题 虽然 我们由比较低位 即是港股 用恒指计 现在是25,000多 但整个图像 世界各地的金融市场 在疫情到现在 反弹速度 是很快的 其实港股 如果从今年到现在 计算的表现 我们仍在跌超过10% 但很多市场 已经是正数 美国的NASDA 大家都知道 S&P已经是正数 不单单是新经济 其实港股相对地 其实都是跑弱的 如果你看长一点 过去那段日子 中国的经济 每年增长 多的时候 700% 去年都6% 都6个多% 外面 有些美国就两个多 不到三个 欧洲有时 每次有实务 那些股市都升 他们的PE 高过香港 高过大陆 所以大陆的股价 不合理性 相比起 外国 其实是相对合理的 我们应该买多点 可能有些地方 投机才会出现 这样的情况 先生 我知道你 房地产的调控 我相信在过去 十几二十年都很熟悉 如果内地突然开始 论调有少少转变 你会建议投资者 要怎样看成这件事呢 会否要再注意多少少官媒的言论呢 大陆 大陆的 一向 楼市也好 股市也好 参与者 都是比较紧张政府的政策 因为 虽然现在大陆说有一定的市场机制 但实际上他都说 两只手比一只手 一只是上帝之手 一只可能是党之手 两个一起出手 国家的政策态度 对市场影响比较大 除了对实体经济影响比较大 可能对股市也会有影响 即使在外国政府的政策 都很重要 譬如政府如果调整 譬如孖茜 孖茜的数字不可以这么低 要你加些 一加就很多人 没那么多钱 加就要 要沽货 所以他一样可以干预市场 当时 银价拼命升的时候 都是政府出手 按它下来 所以政府的政策 对市场必然有影响 所以留意是应该的 但是纯粹只是看政府的政策 亦都不够 亦都要看实体的经济 市场的真正情况 几方面一起来看 说到经济情况 刚刚出了这星期 内地经济增长 是比想象中高的 浩德,你会认为 内地受疫症影响的淡化 股市有机会继续调整后 先说一些数字 第一季 国内的GDP跌了6.2% 大家都不意外 因为疫情最高峰的时间 第二季 市场本身预计会回升 初期市场预计2.2% 昨日出的数字是3.2% 昨日出的数字 市场的理解当然是好 但我觉得可以提提 始终第二季的参考价值 要审慎一点 第一季很多经济活动停滞了 无论是消费也好 工业活动也停滞了 有些所谓累积的需求 即是Pen up demand 所以第二季 很多活动回复的时间 有些需求是这样反弹了 所以 如果真的去看回来 第三、四季 就要謹慎一下 反弹的速度 是否纯粹一个 V-shape 已经开始建底 可能第三季有机会 因为累计的需求 开始正常化下 第三季的经济数字和第二季的比较 大家要有些心理准备 少了Pen up demand 可能会有少少W的形式反弹 我自己反而 对第三、第四季 都相对乐观一点 第二季的反弹 现在比较明显的 工业生产 以及楼市投资 消费又差 消费未曾 匹抑得很快 但是 我看内地控制疫情 似乎已经掌握了一套方法 你看北京丰台区 都叫做社区爆发 突然间多了 出了相对严格的 禁足令 或者减少和旁边地区的交通往来 没有必要不出街的情况下 大概 以前要整个多两个月 现在就两三个礼拜 已经控制到局面 所以 如果局面控制到 未来的市场逐步正规化的机会 会多很多 美国 虽然现在都说 恢复经济活动 一些主题乐园 又开花 但 他一做这些事情 新确诊人数 是大量飙升 是超越以前的 你看到 他可能 要走回头 又再 减少经济活动 但内地 我相信 经济活动 恢复 应该 比较有把握 本来 贸易战 你看到消息 这里又说不让他做 这里又说不买他 但是实际上 这些进出口数字出来 它是有增长的 这不是说比第一季有增长 是比去年也有增长 可能的情况就是 外边的经济活动未恢复 而内地恢复了 所以对中国的出口的依赖 可能比以前更加大 另外 如果疫情控制到 人们的消费意欲 就会强 最近大陆 已经开始恢复给人家旅游 国内旅游 国内旅游 国内旅游恢复 旅游的过程中 就是消费的过程 内部的消费 靠他自己的 如果经济好一点 数字好看一点 我相信 第三季第四季 进一步改善都会好 另外 我又看到 FDI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实际上又增加 这个我都觉得很奇怪 很多外国都在说 抵制他 不让他去大陆投资 又撤资 还会增加 不是他自己的投资 而是外来的投资 而且是说 已经落实的投资 都是在增加 Tesla 都抗建 去上火跟厂 似乎情况是很矛盾 但先生说的 内地经济 似乎内部的自我 復甦能力比较强 但外部 近来似乎越来越多局限 英国宣布了 应该不让华为 参加英国本土5G业务 你认为这个趋势 未来两三个月 会开始拉低中国经济增长 当然有 打击很大 其实华为在几年前 已经在美国被打击 我记得有一个时期 美国电话电讯公司 跟华为签了分销合约 即是华为给一些机器去买 合同都签了 签了美国政府下命令 要不让华为的机器 才会禁止 其实一直都禁止 但一直都禁止 一直都禁止 继续增长 现在 不用华为的 设备 对华为有没有打击 就选择人打击 但对英国 对西方有没有影响 都会有影响 以前为什么要帮衬华为 它的产品相对好用先进 价钱便宜 价钱便宜 你才会帮衬 现在便宜的 不准用 要买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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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那么先进的 可能 中国 唯有自己用 唯有自己用 唯有卖给第三世界 唯有卖给第三世界 是要付20多亿英镑 那些已经用的 都是2027年 才不允许 买贵也要用 买贵也要维修 这个变化豪德会在你管理的私基金 我知道有不少是和5G相关的投资 会否因为这个产业有影响 从而影响你的投资 这段时间 整个市场都很明白 中美关系 就是个别的行业 一定是封眼位 这些所谓高科技 对于美国的欧美市场 他们觉得是一个 所谓国家风险 其实大家 都有个心理准备 所以我觉得 大家都不算太惊讶 出现这样的情况 香港港股的相关板块 其实都是 要调整一下 但我们本身 都不是说 因为本身的风险问题 我们不算很大规模投资 我们之前提过芯片股 都属于5G的其中一个供应链 其实近来的调整都挺厉害的 你怎样看这个板块 会否是 已开始停一停 还是要避一避呢 芯片股 大部分 大家当然最关心的是981中芯 昨天上了科创板 当然 升了两倍 因为定价就定好 香港跌 所以刚才我说 大陆有些是很投机 没错 但如果你看到981 月初都是30元 冲到上去40多元 就是因为创科版玫瑰的概念 昨天单日跌了20多% 其实都会回到初的位置 我觉得又不算 因为始终市场的气氛太高了 你一下都要回到实际情况 但其实又不应该看得太淡 因为中长线去看 当然在外面的出口 可能会有影响 但第一方面的机遇就是 因为你要加速国内有自己的技术提升 要做得到 填补了入口短缺的问题 所以其实两边都有一个正反的角力 中芯国际是得益美国的打击 美国不打击 华为继续卖芯片给华为 华为未必要光顾中芯 没办法 中芯都要光顾 之前很多的感觉 中芯的科技上的发展 仍然有些距离 当然现在这个情况 可能国家有政策倾斜 又为它可以作多一些调研 去提升它的技术 也可能内地有些公司 不能光顾,唯有光顾它 但是它的科研是否真的取得成功 现在都有待观察 现在其实以我的理解 科研技术落后 应该三至四年都走不掉 当我们刚刚开始 14nm的技术 中间的技术和各方面的配合 其实 很大 国内希望用各种方法去加速这个过程 其中一个就是用钱 国家的政策很明显 就会支持一下 我自己 科技我不知道 但是我在内地都有做生意 我从遇到的竞争对手来说 我发觉内地的企业 在内部管理也好 面对市场竞争的谋略也好 其实绝对不让香港差 也不让外国差 这批新的企业上来 其实本来是有得竞争的 好像那个 豆欣外国叫TikTok 其实他也是 很短时间打开局面 用量是增加得很快的 印度一度去到 好像三亿多人 即是那个速度 比Facebook 最初出来的时候 他还没有上市 是的 所以这些都不能够说是 靠国家政策支持 他都在外国都做到 所以施生你认为内地企业家的能力 或者能量 其实未来都有机会追贴外国的企业 所以就不能低估 先生说一下你在内地的生意 很多人都想知道 其中一个内需的板块 就是房地产 有没有跟观众分享 近来内地房地产 例如销售或者走势是怎样的 其实内地的房地产 是复苏得最快的一个sector 在2月疫情最厉害 有些地方像武汉封了 整间生意完全停顿 但是3月之后 是恢复得很快的 就是我们 初初都害怕的 因为你停了 3月逐步恢复 4月基本上我们都叫做 开始盈利 5月6月其实都是 即使跟去年比 都属于不止正常 都属于偏好的月份 人们都仍是对 融住的需要 对投资的需要 都仍是很强烈的 所以发展商 他们大部分 今年的销售目标 都完成得不错 所以如果这个行业 其实就属于很多范畴 复苏得比较快的一个 所以其实政府 现在都开始 有些措施收紧了 例如比较恢复得快的 深圳 一些限购的措施 限贷的措施 又再出回来 但是会有影响呢 出回来会有些影响 但影响是 例如价格 交投 但实际上它是禁止市 市其实是有动力上来的 我所见的 投资意欲 都仍是强的 在住宅市场 尤其明显 工商铺 受整体经济放缓的影响 比较大 以及供应都比较多 内地房地产板块 如果在股市投资 大致上可以分开两部分 有一个发展商 近年興起物管股 但我观察到物管股 其实这段时间 好像上来上去都上不了 浩德,你会怎样看这件事 第一,本身在之前的时间 市场大家暴暴的时间 打算找一些所谓安全的板块 市场上的投资者觉得 物管是一个很稳定的业务 因为管理一些住宅物业 所以之前动乱的时间 很多资金走漁起的板块 本身 今年整体来说 他们的升幅都不错 到现在 疫情后开始 平稳 大家觉得投资机会更多 资金有一种流向 但全年计 现在都不太差 你跟开发商比 PE 高于开发商 都是属于市场上 被资金看好的项目 但我在内地都有做一些物管 清三路都有做 物管是很辛苦才赚到钱 现在 为什么物管这么多人会追捧呢 就是引入互联网概念 一些资源共享 或者借助收集到居民的数据 可以找到很多新的商机 说就是这样说 但是 他们的商机 其实都不是很赚钱的项目 比如在区域里面 帮人煲汤 帮人做按摩 这些本身都不是很赚钱的 你帮他做 你中间还要抽一 而且做的时候 初期还要贴钱 最赚的是 其实做我们的大厦管理的时候 顺便做经纪 所以他们做这份之后 我们就被排斥了 我们帮人看楼 管理员自己都在做 所以不难理 要抄理身份证 要约业主亲自来帮你进去 所以不是容易赚钱的东西 又学到新的东西 所以各位投资者记住 在买一个板块之前 做多些功课 内地的情况 我认为远比香港可能是复杂的 今天多谢两位嘉宾 大家都记住 大家都是比较谨慎少少 虽然我们认为牛市未完 但投资方面 都要两力而为 记住是要抗疫的 在导师基金有兴趣的话 记住打电话 或去我们的Facebook留言 我们会接受大家的查询 今集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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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电话 感谢观看